歌手2024也紧随着声声不息《中华记》开始启动 这一次的回归和歌手当打之年相比 阵容上确实强了很多 常驻嘉宾有9位 其中两位是国际歌手 这一季歌手主打的是港台内3D歌手都有 阵容上空前强大 港台内3D歌手有 内地歌手咖位最大的是内英 香港歌手咖位最大的是陈一逊 宝岛咖位最大的是周华健 这三位应该是这一季歌手的主打 剩下还有两位宝岛歌手 还有王心凌 方大同 还有两位国际歌手 Adel Bruno Morris 其实国际歌手一直都是话题度非常高 且最容易产生话题的 但这个阵容出来后 国际歌手并没有太高的探讨度 而相反七位的踢馆歌手却有着较高的讨论度 并且还上热搜 热搜词条是 歌手2024踢馆名单 这个踢馆名单上热搜后引发不少热议 踢馆名单的歌手相对于首发歌手较为年轻 并且在实力和过往经验上也有明显差距 使得踢馆和首发差距过大 踢馆名单歌手是 陈卓璇 曾比特 黄骁云 单依纯 马家琪 西琳娜一高 柏远 这些歌手都属于新生代歌手 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音宗的歌手 他们的知名度都有 缺失的部分是没有特别广为流传的音乐作品 几位歌手人气都不低 这里面女歌手人气最高的应该是单依纯 男歌手人气最高的是马家琪 节目组之所以想出以新生代人气歌手为踢馆嘉宾 也是一招险棋 毕竟首发的七位歌手 出道时间都比较久 能吸引到的观众群体 也都是一些年纪较长的观众 而年轻观众喜欢的歌手 往往是内地新人或者是流量人气更多一些 尤其是收视主打的年轻观众群体 这个群体不能舍去 所以年轻的偶像人气歌手 成为了节目的踢馆设定 在我看来 这七位歌手是有比较合适作为踢馆的 像是非常有实力的单依纯和西林纳依高 他们两个人的唱功并不弱于很多前辈歌手 缺少的就是一些流传的音乐作品 曾比特唱功也不差 黄霄云的左手指乐更是高亢洪亮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剩下的马家琪 其实在宝岛季表现也可圈可点 陈卓璇 博远可能会更偏向唱跳舞台 作为歌手这种战装舞台竞技 有点违和 所以歌手2024踢馆名单上热搜 节目这样布局很容易让后期歌手粉丝掐架 如果说后面某位新生代歌手踢馆成功 比如黄霄云踢馆成功 替换掉王心灵这样一个结果 那势必会引起网络热议 大家会对节目不满 也会让粉丝直接对骂 当然 节目要的热度是一定达到了 歌手2024这档节目 早在策划的时候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毕竟 这是一档音乐类节目 而音乐一直是观众们最为热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而今 这档节目的阵容也终于曝光了 不少粉丝们都为此感到兴奋 整体来看 歌手2024的阵容包括首发七组歌手 以及八位补卫歌手 首发七位歌手分别是 第一位于逸 第二位阿兰 第三位梧桐 第四位居静一 第五位王泽鹏 第六组凤凰传奇 第七组生入人心男团 而补卫歌手则有八位 第一位玉可为 第二位善依纯 第三位平安 第四位张远 第五位唐义 第六位王源 第七位尤长静 第八位李晨曦 从这个阵容来看 整体人气不高 知名度也比较低 甚至有不少补卫歌手 还是不知名的歌手 这也让不少网友们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原本以为 这档节目的阵容会更加豪华 更加引人注目 但事实上 这档节目的阵容却显得有些平淡 不过尽管整体知名度不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歌手没有实力 毕竟音乐是一门需要实力和技巧的艺术形式 而这些歌手都是经过多年的锤炼和磨合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尤其是那些补卫歌手 虽然不知名 但或许正是他们的出现 才能为这档节目增加一些看点和惊喜 当然 对于这档节目而言 评判歌手的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 首发七组歌手中 必定会有一些被淘汰出局的 而补卫歌手也会在比赛中 遭遇到不少挑战和考验 但正是这些考验才能更好地检验出歌手的实力和能力 只有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歌手 才能在这档节目中脱颖而出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歌唱之王 而对于观众们而言 他们对于这档节目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 毕竟 音乐一直是观众们最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而这档节目则将音乐作为了核心 希望通过歌手们的演唱来传递出 更多的情感和能量 尤其是那些喜欢音乐的观众们 更是希望能够在这档节目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这个消息让不少粉丝感到高兴 据悉 奈英 小梅玲花等知名歌手 对广泛认为是备受期待的嘉宾 本文将详细描述 重启歌手2024的情况 以及涉事歌手最喜欢的猜想 一重启预告片震撼发布 重启预告片 歌手2024在各大媒体平台引发热议 预告片以激烈的真人场景为背景 展现了比赛的激烈竞争和紧张气氛 为使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节目将改为直播形式 让观众足不出户 即可亲临现场参与活动 二 直传形式的大胆尝试 转型直播形式对于歌手2024来说 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直播将让观众感受比赛的刺激和兴奋 同时 直播可以保证评委和观众投票结果的实时性 从而保证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 三大英再次登上舞台中心 作为歌手的常客 奈英凭借出色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节目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因此 奈英重剧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观众期待她继续带来精彩的表演 为音乐节目增添色彩 四 画小美玲成为当红黑马 近日 有关于小美玲花参加歌手2024的传闻 引起了观众的广泛讨论 作为一名年轻有才华的歌手 小美玲花以其动人的歌曲和悠扬的嗓音而备受关注 因此 小美玲花成为了本次比赛的黑马热门 引发了很多球迷的期待 五 选手赛事安排及规则变更 据悉 新赛季的歌手2024 将给玩家更多展示的机会 赛事日程中将增加各种舞台 为玩家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空间 此外 评分规则也会发生变化 更加注重歌手的音乐实力和个人魅力 总而言之 歌手2024的重启以及转为直播的决定 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那因小梅玲花作为嘉宾对受期待 将为观众带来精彩的音乐表演 新赛季的歌手2024 还将带来选手赛事布局和积分规则的变化 为观众呈现更加多元化 更具娱乐性的比赛 我们期待更多精彩的表演 歌手2024 也期待华语音乐产业的不断提升和进步 歌手2024 歌手2024